国产大飞机三架马车齐聚高峰会,月赴二时将带来更多惊喜。 2018年5月7日,2018中国大中型军民用飞机发展高峰会开幕,作为当代中国在大飞机领域的重要成果,月二时,AG600和C919堪称国产大飞机的三架马车,三个研发团队也齐聚一堂,畅谈和展望国产大飞机的未来发展愿景。 2013年1月26日,孕妇二时大型运输机首飞。 在此次峰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孕妇二时的总设计师唐长虹表示,孕妇二时下线后已参与多项训练试验,进展都相当顺利,会按计划交付给客户,并打算建立一个完整的航空工业安全体系, 把孕妇二时的制造经验当作一个平台,往后的产品会表现得更加亮眼。 这也就意味着,孕妇二时也会像肩妇二时一样,走多平台,多型好发展的路子,往后它的改进型将越来越多,它可以改成加油机,预警机,电子战机,侦察机,反潜机等系列特种飞机。 对中国红军、海军、陆军来说,孕妇二时这个大平台的作用无可替代。 孕妇二时大型运输机最大起飞重量220吨,载重超过66吨,最大时速800千米,航程大于7800千米。 该机于2016年7月正式列双卧军运输机部队,并在2017年7月的建军90周年阅兵中首次公开亮相,它的经验出场引起了轰动,更引起了国外媒体高度关注。 孕妇二时让中国拥有了具有世界一流水准的大型运输机,补上了长期困扰中国军队的远距离,大载客投送这块短板,目前孕妇二时运输机一列装,下线了约23架。 关兵排队登上运输二时准备参加空降。 尤其是加油机,是空海航空兵部队的一大短板,由于没有合适的平台,中国战斗机飞不远,短腿的问题突出。 而就在2018年4月27日这天,航空工业集团官方突然发布了《追梦蓝天》的MV,国产硬管式加油系统的模拟训练器材赫然现身其中,其中一个镜头是一架孕妇二时改加油机正在对肩负二时进行空中加油,而且加油方式是硬管加油。 虽然不是实景,但足以表明孕妇二时团队正在研制孕妇二时版加油机,而且还突破了硬管加油技术,这是个很大的惊喜。 18年5月10日军网报道运妇二时首次空投空降。 2018年5月10日军网报道运妇二时首次进行了空降空投训练,旗尾门的双路设计和1276一致,这样设计的好处是舱门两边可同时跳伞。 月-20日军网报道运妇二时和12-76还在机舱前部的左右位置设计了两个跳伞门,加上尾门的两路,可实现三门四路同时跳伞,跳伞效率非常高,比美国C17和C130的设计更科学和高效。 18年1月24日AG-600在珠海第二次试飞。 AG-600的总设计师黄领才在峰会上透露,AG-600在2017年12月首飞成功后,来自市场的客户非常迫切,尤其是林业部门,因为昆龙AG-600在重量大,航程远,续航时间长,可以预防火灾,为全球最大大型水路氧气飞机。 目前尽力在2021年让AG-600取得试航,并于2022年交付客户。 17年12月17日第二架C919在上海浦东首飞。 中国商用飞机公司C919总设计师杨志刚在峰会上表示,C919正在西安延梁试飞,预计2021年取得试航再交付给客户。 因有C919的制造经验,目前商飞和俄罗斯联航正联手打造CR929,技术指标锁定波音787,未来先进的复合材料技术,智能化技术等,都会在CR929身上得到运用,预计2025年前后进行首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